很多人 香港豪门 红市跟白市都是名利场 何鸿燊一场葬礼 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关注 达官贵人 全城名流都系数到场 在何鸿燊的葬礼上面 也签出了何鸿燊家族的很多权力斗争事情 其实几年之前 郑余彤的葬礼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郑余彤的一生争议不像何鸿燊那么大 至少在家庭上 她一直是比较顺利的 跟发妻相亲相爱一辈子 两个人关系一直非常好 生下了两个儿子跟三个女儿 在豪门里面也不少 不过让全部人没想到的就是 在郑余彤的葬礼上 郑余彤的大儿子郑家纯 突然从外面带回来了两个儿子 而且两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郑余彤家族的复告上面 这等于对外证明了这两个孩子的身份 这其中最吃惊的一定就是长孙郑志刚了 过去几年郑志刚的表现有目共睹 他在爷爷重病 父亲身体不好的情况下 支撑起了新世界跟周大福这两大旗舰公司 让家族生意更上一层楼 郑志刚为家族赚到千亿 本来以为稳坐接班人的位置了 结果父亲却突然又带回来了两个儿子 这让自己的接班变得又朴朔迷离了 其实郑家纯堪称是香港豪门二代里面最不胜有的灯 表面上郑家纯看着没有什么 一直是安安稳稳帮助父亲打理生意 绯闻也非常少 不过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郑家纯志大才输 当年郑余彤打算提前退休 结果就把生意交给了郑家纯 郑家纯一上台就希望改变父亲的策略 准备证明自己的能力 于是郑家纯立马疯狂收购了很多公司 结果又遇到了经济危机 公司立马债台高筑 一度危机重重 郑余彤不得不重新复出 最终才成功救回了新世界 随后郑余彤重新执掌了公司 后来郑余彤被孙子郑志恒的事情给气到了 结果导致中风 这个郑志恒是郑家纯的弟弟 郑家纯的儿子 郑志恒也不是省油的灯 结果搞到外面的人抱着孩子 来到郑家大宅 要求郑家认领 而且还必须支付巨额的费用 不然就要公开 郑余彤一气之下就中风 郑余彤中风之后 郑家纯再次接手了家业 不过这个时候 郑家纯身体也不好 于是公司的事情就由郑志刚打理 其实郑余彤还不知道 郑家纯这么多年也没闲着 她跟刘兰雄的前女友王洁瑜走到了一起 而且两个人还同居了 并且秘密生下了两个儿子 这个事情外人一直不知道 郑家纯的妻子也是一个神奇人物 她的态度就是大家各玩各的 不要影响她大太太的地位就好 于是等到了郑余彤去世之后 这两个孩子才正式公开 其实郑志刚绝对是一个出死的接班人 本来郑余彤看好的第三代接班人 是另外一个孙子郑志恒 因为郑志恒从小是跟着郑余彤一起长大的 郑志恒跟郑余彤的感情更好 郑志刚从小学习成绩出色 后来成功考入了美国的哈佛大学 之后又去了日本学习艺术 毕业之后郑志刚回到了香港 她自己在香港创办了一个艺术主题的购物中心 K11 这个项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取得了盈利 随后郑志刚又把K11开到了内地 在北京 广州 沈阳等地方 开了十几家K11商业中心 K11也成为了过去几年 中国商业地产里面的一匹黑马 郑志刚的能力也因此被郑余彤认可 郑志刚上位之后 立马加大在内地的投资 先是在广州 杭州等地方拿下了核心地匹 发展商业综合体 另外加大在写字楼方面的投入 另外周大福珠宝也是积极跟电商合作 保持了稳健的发展 郑志刚的能力确实不一般 过去几年在他的带领下 新世界跟周大福都发展不错 不过如今却闹成了这样一个事情 郑志刚能否接班就变得朴朔迷离了 被称为珠宝大王的郑余彤 担心儿子败光家产 花千亿盖楼 租金年收几十亿 周大福本是广州黄金商人周志源的产业 而郑余彤的父亲是广州绸缎商人 郑静怡 与周志源是同乡好友 因此郑余彤与周志源之女自小直付为婚 抗战爆发后 郑余彤家里的绸缎生意难以继续 因此郑余彤辍学到澳门周大福打工 但是郑余彤刚到周家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十二岁的她就是以一个小杂役的身份在店里 扫地 擦桌子 暂且不说 甚至连刷厕所 倒谈鱼她都做过 并且没有任何不满 因刚刚经历过战乱 即便只是个小杂役 她也依然牺牲感激 她当时的野心并不重 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不辜负伯父对她的照顾 郑余彤十八岁的时候 周志源履行了两家的约定 在1943年与周翠英正式成婚 婚后 周志源指导郑余彤在香港开粉点 郑余彤对这家店十分上心 认真经营 业绩蒸蒸日上 周志源因家业无子女愿意继承 为了不落他人之手 去世前将周大福正式交给了女婿郑余彤 而郑余彤也不辜负岳父的一番心意 周大福自此风生水起 连年扩张 郑余彤的大胆果决 毫不畏惧也让她获得杀胆大亨之称 而且郑余彤甚是爱重妻子 虽家财万贯 但少有花边新闻 更没有香港富豪常办的艳艳艳艳 她由两子两女均是和周翠英所生 然而其长子郑佳纯 次子郑佳成 均在商业上毫无见数 中国有句古花脚 富不过三代 但凡希望家族长久兴盛的都会为此打算 更何况 郑余彤也很清楚两个儿子的本事 大儿子郑佳纯于1989年 正式接手新世界集团总经理的职务 然由于给予表现证明自己 郑佳纯大举收购 仅第一年用于收购的资金累计可达60多亿 更惨烈的是 1991年的集团全年营收仅5亿多 幸亏郑余彤早有远见 由于集团危机越发严重 郑余彤也重新出山 再次整顿使集团重回正轨 郑佳纯的失败 使得她的重新掌权遥遥无期 尽管2016年郑余彤去世 郑佳纯重新接手 但此时她的儿子 郑佳的第三代掌权人郑志刚 已经历练长成 名义上由郑佳纯主长 实际上实权已在郑志刚手里 郑佳纯不但商业上的天赋寥寥 私情上一点也不干净 2015年 郑佳又出丑闻 已经35岁的郑志刚 发现了自己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均由王节瑜所出 王节瑜父亲是大法官王健秋 他本人也是一名大律师 高官之女 学识不凡 23岁就取得了英港两地的大律师资格 可以说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女一枚 不过可笑的是 王节瑜还曾经攀赏香港地产富豪刘鸾雄 两人分手之后 还曾在媒体瞩目下闹得不可开交 不知何时又和郑佳纯产生了瓜葛 而郑佳纯与刘鸾雄则是好友关系 因此 之前劳心劳力帮父亲把控集团 刚刚才继承家产的郑志刚 又得因父亲的烂情面临财产分配的变数 而二字郑佳纯更是红颜无数 与娱乐圈女明星纠葛不清 其中出名的有香港小姐亚军的邝美云 他们的恋情持续四年 即将谈婚论嫁之际 因郑佳纯与蓝姐英密会曝光而告吹 但邝美云与郑佳的关系始终保持良好 郑佳纯的儿子郑志恒也成为邝美云的干儿子 2000年 他自己开了一家珠宝店 郑佳纯是他店里最大的供应商 因此当郑佳纯中风入院时 有传邝美云为其日日念经祷告 不过郑佳纯本身性格也不适合商场 他多愁善感到需要看心理医生 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也与性格有关 令人好奇的是 他第二任妻子恰好是名 受英式教育长大的医生 不过对郑佳纯很好 因为他信奉佛学而跟着钻研佛学 正是因为清楚两个儿子的不靠谱 因此 郑佳纯决心进军房地产业 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很多产业卖掉 直接进军天津 广州 武汉等地的房地产 华斐千亿在这些重要城市 几乎都盖了几栋几十上百层的大楼 因此 虽然郑余红只有新世界地产和周大福珠宝 两个主要产业 但随着内地的快速发展 这些大楼的租金不断翻翻 每年仅凭房地产平均都可达二十多亿 二十亿虽然相对郑佳集团总资产来说 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字 但这个数目即便是儿孙庸禄那也足够 仅靠当包租工都够逍遥快活了 人可谓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寄生缘 到现在为止 郑佳家族已经富裕了四代 可见作为郑氏家族的中心 郑余同的见识之缘 行为之果断 为儿女们的谋划之周全 即便儿子一辈如扶不起的阿斗 也能果断决定进入陌生的产业 并在儿子犯错时力挽狂澜 同时大力培养孙子一辈 使孙辈逐渐独立出彩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